在柏林这个风水俱佳的地方诞生了很多世界纪录 同时也见证了很多奇迹 2009年柏林田径市井赛 世界短跑巨星博尔特就是在这个蓝色跑道上 创造了百米9秒58和200米19秒19的两个世界纪录 而中国田径飞人梁晓晋也在这个大舞台上 立刻其他国家的运动员百米跑得第三 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 百米成绩都还不错 那么在百米接力上只要他们四人配合好 成绩就绝对不会差 面对强大的德国女队中国女队客场作战并不怯场 在百米接力赛之前 韦永利梁晓晋和葛曼奇三位中国女赛人发挥不错创造佳绩 梁晓晋跑出11秒13个人最好成绩 葛曼奇也创造出11秒23个人第四最佳 韦永利也跑出11秒26不错成绩